去吧 哪大也找我 我们这期专栏的配图 准备得怎么样了 下班之前保证搞定 我办事 您放心 你办事我真不放心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那天晚上酒会 你害得我差点被小汪逮着 这笔账咱们还没算呢 而且你还欠我跟X6 下一顿饭 老大你还真 真记仇呢 我说了那天是失误 失误 我是两瓶制化师的酒量 那天不知道哪个孙子 给我兑了黑方 让我喝大了 老大你了解我 我是喝不了混酒的 老大你什么时候换了电脑了 我看看 瑞琪娜拼固态硬盘十六级内存 运转超快 老大你什么时候开始享受生活了 我是那种滑而不识的人吗 不是 绝对不是 那电脑哪儿来的 小王哪儿来的 小王 昨天他进来找你的时候 手里面加个东西就是电脑了 你 你就这么收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是贪图便宜 还是无原则接受 小王的暧昧示好 那是 不用否认 你那小蜜蜂眼一展包 我就知道你想什么呢 是 这个电脑是小王拿过来的 但是是他从社里申请的 我们社里有规定 副主编和专栏作者 社里给配电了 我懒得去申请 小王给我申请了 审得我麻烦 我何乐而不为呢 老大 像您这么说 那就肯定有道理了 但是 小王往你电脑里面倒水 那事你就算了 我去监控室看过了 那天的监控硬盘出了问题 记录丢了 记录丢了 肯定是他们捣的鬼 就算是他们捣的鬼又怎么样 我们没有证据 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做了这么龌龊的事 毕竟我们的专栏 还是顺利出刊了 所以与其揪着这件事情不放 跟他们撕破脸 不如 不如放他们一马 这样可以维护社里 安定和谐的工作份 有进步 老大 没事 我就走了 回来 我之前 吩咐你的那件事呢 之前哪天想想想 丁少少 你可真是属住的 记吃不记打啊 不是老大 你知道我这几天特别忙事 特别多 卫兰 我 老大 我立刻 马上 现在我就去办 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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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不好你了还 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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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暴力修车呀 我问你 我们宝马的精神是什么 用心服 用爱修车 这不是记得吗 你这就叫用爱修车吗 我问你 我们宝马的精神是什么 夏利彬呢 跟那儿呢 你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不是请假就是矿工 你现在居然在上班的时间上网 那个 我就瞎看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的员工 把我们宝马人的脸 都给丢尽了 你是不是 不下婚了 没有 我那个 在网上看看 这车的新修理方法 你修车 不能像那货那样 是吧 逛逛的 咱得用爱修车吗 没事 你放心 这个方法 我找到了 我去修一下 用心服务 用爱修车 还给了吧 出卖我 赶紧修车 词 时间 还有 啊 tries 背illed 说 quy公司的戒指 不是只有戴在手上才好看呢 这客户好看 戒指当然在哪儿都好看了 那请问 有没有以旧换新啊 这个当然有 不仅可以以旧换新 而且可以生殖相钻 那服务这么高端 客户肯定不少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私人定制 客户尽此以为 而且是终身维护 原来你一直在给我装矜持啊 我还真以为你吃不过我 我今天算是明白 什么叫打开腮帮子 撩开后槽牙 你快把那小笼包 都塞到你这后脑勺了 你知道吗 我早跟你说过 我不吃香的 以前你带我不是吃香菜 肉丝炒面 就香菜蛋仔面 行 下回我再看你不顺眼 我就请你吃香菜面 嚇唬你 还要嚇唬你 咱俩这儿不是三口饭啊 咱们福地魔 什么 我说徐老师 你说遇着你以后啊 倒没事一见接一见的 你说要是编上电视剧 这收视率得多高啊 太狗血了 哪狗血了 你倒什么没了呀 你一高高在上的富二代 一点都不知道人间疾苦 你就吃了几碗带香菜的面 你就跟受了多大罪似的 你知不知道现在在非洲 这一天有多少青少年 还在饿肚子呢 你说说 你说说你到底哪儿倒霉了 你倒什么霉了 不说 你别呀你说呀 你别憋着 憋坏了你这高贵娇弱的小身板 到时候你们那家族企业后继无人 我可负不了那责任 你说呀 你说你不说 没没 行 既然你看我不顺眼 那我也不给你添堵 今儿天不错 我从那儿跳下去 让你爽爽 你别闹行不行 跳下去 那你跳吧 让我乐乐乐 你别拦我 我真跳 我拦你干什么 你下去以后 见着龙王打一招呼给我啊 顺便把那金箍棒 给我烧上来 我最态你这种 口是心悲的人了 你别拦我啊 我真跳下去了 我拦你干吗 跳啊 你这人行 我真跳 别跳 你看你 你看你这一秒都憋不住 你说实话了吧 别跳 别跳 这救命啊 救命 这怎么办 这水多深 我们不会游泳 这怎么办呢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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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啊 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喝杯姜糖水吧 发发汗 别生病了 谢谢了 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不用那么着急 这衣服回去我给你洗好了 隔天给你送回来 不是 刚结婚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日子虽然过得苦 可是她带我挺好的 第一次动手打我 是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 那个时候公司刚起步 我们在创业阶段 有一次 因为生意上的事 我们吵了起来 她抬手就给了我一拳 我没站稳 一头就撞在桌子脚上 满脸都是血 我当时是懵了 她也吓够枪 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 在病床前面 没日没夜地照顾我 她跟我道歉 求我原谅 我想她可能是一时冲动 才动手打的我 我就原谅她了 后来公司慢慢上了正轨 我们也有了女儿寒寒 她跟我说怕我辛苦 希望我留在家里 专心照顾女儿 我就听了她的 一直全心全意地在家里 照顾女儿 照顾我们这个家 她就专门负责公司的事情 后来公司越做越好 她也越来越忙 经常三间半夜才回来 还满身酒气 我是真的心疼她 我就劝她说 少喝点酒 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她抬手就打我 那个时候 韩瀚才两岁 就睡在我身边 我就怕 把孩子吵醒了 吓着孩子 她怎么打我 我都不出声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 我疼得都翻不了身 才发现她趴在床边上 帮我擦伤口呢 我想 可能是因为喝醉了吧 我就又原谅她了 没想到 从此以后 她就变本加厉 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爸爸妈妈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 我父母就不同意 说她是个穷小子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 我还赌气地说 将来 我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地 给你们看 我不知道该找谁 不知道谁 谁能 帮我脱离这种生活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不想是 你哪儿 我希望要事 你这些人 我再见 你去哪儿 我希望她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走 以她现在的实力 她可以花钱 请到最好的律师 把狠狠的抚养权抢走 我没有输入 没有经济来源 法院是不会把孩子给我的 优优狠狠 优狠狠 优狠狠 优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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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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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啊 快点加我这儿出来 管法就是管法 创一下怎么扔都怎么扔 快点 把机器你也拿来 换个保险缸 噴点漆 经理 你怎么 你也奇怪 我怎么在这儿呢 是吧 我晚上陪客户看车了 我这看车之余 我发现你挺嘚瑟呀 你开着自己的车 到咱们的车间来修 有一句老百姓的话怎么讲来着 家贼难防 我教你一个书面用的啊 叫做占用公共资源 为自己多取利益 你这是典型的占公价便宜 不是 我这车也没开着 你刚才不是管我要千斤顶来着吗 对了 夏里边 我想问问你 你那把千斤顶哪 我那千斤顶 我往家里边吧 你怎么没把你自己也往到家里边呢 夏里边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点儿郎当 心不在焉的样子 谁还敢找你来修车呢 谁还敢把路上的安全 和自己的性命放到你的手里呢 你不错呀 这都开上X6了 我这个开X1的 算是顾不起你这样的大款了 不是 你别心寒 你看 这车不是我 那我不管你是偷来的 还是跑来的 你只要开着它 你就必须把它整得完美无暇 与世无双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 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就不允许有一辆 有瑕疵的包吗 什么逻辑 这 喝多了 陈哥 工具包 张优雷 诶 说不是你给我要的前进顶吗 那么办哪 你要来快点我 能被内货 帮助手 我刚才给那货子 叭一边拽 是吗 你没给这个好热感啊 赶紧修车吧 你试着出个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对铁锁连环 我这边 双手啊 我觉得利用上班时间 玩三国杀不好 真的不好 死了是不 不作不会死 赛哥 我觉得年轻人啊 你们这些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地痛 幸运 玩吧 玩吧 王组长 王组长 有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 想跟您汇报一下 当否 当 借一步说话 就这儿 丁双双她早上利用上班时间 玩三国杀 继续 今天早上我来到社里 发现丁双双在玩三国杀 而且把电脑声音开得非常地大 整个社里充斥着血腥和暴力 不堪入耳 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让我非常痛心 继续 完了 老王啊 作为老同志 关心年轻人成长这种迫切的心情 我是可以理解的 非常痛心 可是你上班还有两分钟呢 您不能让我们这些领导干部 太明了 丁双双 老大 我要的图呢 这不还有两分钟才上班吗 量你个头啊 我的表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 不是老大 你 丁双双啊 我正要批评你们 你这是什么形态 你看许老师 特意把表跳快两分钟 这说明什么 说明无比的工作热情 和高度的自然心啊 您说是吧 徐老师 是吧 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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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狗 徐老师 请留步 怎么 跟你汇报个事 说 昨天晚上 我看见老汪 在你办公室门口徘徊 进房的构机跳墙 大起报 你们又要泡我电脑 误 误会 误会啊 徐老师 停 别再叫我老师了 叫得我这余伟文都要出来了 完全出以尊敬 与年龄无关 听说 你新的状态 已经送到编辑那儿去了 小心老妈 你们打算连编辑电脑 一块儿泡了呀 也好 我正要换稿子 换 换稿子了 对啊 嗯 徐老师想得周到 想得周到 我们商量个事呗 但说无妨 能好好说话吗 清空系看多了 以后你再教我老师 我去教你教授 不敢他 不敢他 学生才输 学浅 有事啊 大姐 我在楼上开策划会呢 你电话不停地打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说 小叶子 你还记得你去年实习的 那个节目吗 记得啊 不是 我去年在三四个节目里面 打过交友 你说的是哪个 就是那个什么调节 然后双方互相互诉 对了 我还帮你给他写过脚本呢 等等等等 我想想 真情调节 我记得怎么了 对 我还帮你给他写过脚本呢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律师的嘉宾 你好 那是我们的金牌条件员 赵天方 赵达丽氏 他是我的偶像呢 我跟你说啊 他这个人犀利独盗 弥生正气 简直就是律政界的业界良心 还是一钻石亡云捂用 怎么了 许子凌 你对他感兴趣吗 说什么呢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当然有啊 手机跟于微信邮箱 连加渐地址我都有 发到我手机上吧 不对 你要这个干嘛 你得告诉我 玩点再说 来 这位大姐 卡给你放这儿吧 你倒就是 王太强啊 里边都是 给你租这种酒店公寓 主要是有厨房 平时你要外边东西吃腻了 你可以自己做 离婚这种事 法院判下来也不是一天两天 咱得做好打持有战的准备 还有这楼层不错 景观挺好的 你要是闹心的话 没事可以看看 还有你需要什么 你列个单子 回头我买给你 租这么大的房子 得花你们不少钱吧 这是许子凌付的钱 不想让你住得舒服点吗 要不我开车拉你回家 拿几件换洗衣裳 这不是刚买了两身吗 这哪儿够啊 你们女的 又不像我们这大老爷们 我之前跟我女朋友 去珠海玩 玩了三天两夜吧 她带了一大堆衣裳 我那旅行箱都装不了 你跟许记者真般配 看着就让人羡慕 不是 这 这我 我们俩 还真不是一对 我说的是我前女友 拉倒了 那走吧 去你家拿衣裳去 我 我不想回那个家了 看见她 害怕 她便是 是吧 我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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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不太会 会不会的 看一眼能死啊 不能 不能过来啊 看什么看啊 你老看我干什么 这儿不这儿 别别别别 我再提就刚好消化好了 我再提就刚好消化好了 我再提就真的 你老看我干什么 这儿不干 别别别 再提就刚好消化好了 我再提就更交化好了 我再提就更交化了 ibby 看什么看啊 搞 搞 搞半天也搞不好 你到底会不会啊 晓露姐姐 我说了我不太会 你一定要我来的 会 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什么叫不太会啊 你这样说话 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你们别动了胎气啊 要不咱们再跟社里申请一谈 他们哪儿舍得呀 钱要留着喝酒 唱歌养心意 没钱换打印记 申请报告打人去多少回 那就是没动静 磨叽磨叽磨叽 多少好事都磨叽黄了 对 他们就这么不靠谱 行 你们一个个的都欺负我 是不是 小心我告你们 骑士孕妇 还有你也丁双手 我没有 我说你别吐了 就这东西不好 他们叫我 来了 你给我站住 谁叫你 怎么了 干嘛呀 要死啊 要死也跟你一起死 这个社会太可怕了 你说谁能想到 还有这样的家庭暴力男 那他是禽兽 那简直就是侮辱了禽兽 那怎么了 别人几千万的资产呢 豪门有风险 嫁入需谨慎 我说小白姐姐 不要只能想着认识什么富二代 这个基本不靠谱 别嘴 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吧 我说的可是实话 这个男人有了钱就变坏 不是杨小三就是大老婆 越是白白兼兼 越是斯文贝勒 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 你作为一个八卦记者 还要我来给你普及这种道理吗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的人 以后有了钱绝对不会变坏 是个例取决于个人品行 属于理性战争感性的范畴 我每天上班 就听那个胖子叨叨叨叨叨叨 叨个不停 你长得跟头油一样就算了 还满脑袋架糊 我告诉你 全世界男人死光了 我也不会多看你 你什么时候能学学你老大呀 多做点有用的事 说些有点营养的话 有营养的话听起来一点没意思 没营养的话听起来那一台叫爽呢 这就是生活 大家都是俗人 不要整天装清高 不食人间烟火 以为嫁个富二代就是贵族了 未必 丁爽爽 老大 干吗呢 我们在学习你的专栏 是吗 学什么呢 对于这种衣冠群兽家暴渣男 我们必须得群起而攻之 要让用媒体的力量口诛笔伐 让他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见而诛之 这是一个社会对于弱 对于弱者的基本同情 是社会走向走向和谐的重要表现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也不处置啊 四个月了天天这样 今天早上我还被他练过呢 丁阳爽 你要敢骑士运妇 相信我揍你 没有 小姐 找人前面登记 报料又管 我既要找人也有爆料 你事儿怎么那么 你事儿怎么那么 我需要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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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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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等一下 瘪了 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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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瘪了呢 这儿 彻底瘪了 你们要干吗 你们要干吗 初穷 你们要干什么 站住 你干什么呢 徐梓霖 是 徐梓霖 我是 我就是 你们放开我来吧 双双 双双 放手 还不放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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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他 西小姐 你好 我叫施欣 是滕文丽的爱人 不好意思 我的这些手下 都是些粗人 不当礼貌 我我我我和石总彼此相熟 我采访过他 我们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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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着呢 我俩 熹小姐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要不我们太多聊聊 要不我们报警吧 你傻呀 这种警察来了 人都走了 你说他怎么知道是子凌给他曝光的呀 拜托 咱们官网上子凌姐的专栏多火呀 肯定是被人人肉出来 爱他失心了 这人看着文质是彬彬的 不像坏人 医院傻三年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什么意思 这咬人的狗不叫 那种人一看就是个狠主 你没看刚才说啥都被吓那样了 他俩没事吧 他没事 他地下堂也这样 那丁爽爽呢 送医院急诊室去了 应该也没事 我太太在哪里 我太太在哪里 她要想让你知道 你自然会知道 以前我工作太忙了 对她照顾不周 现在我要补偿 准备把她接回去 接回去打她吗 你对文质姐的家暴 就是照顾不周 说话要有分寸 你做事有分寸吗 这么多年了 你打了文质姐多少次 她给了你多少次机会 你还要让她回去继续挨打吗 天啊 宁钗十座庙 不破一幢婚 拆你们婚姻的不是我 是你 那好 换你们方式 请帮我忙 三十万 我现在就得帮忙 帮文莉姐找回属于她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